小嬰兒拒絕吸奶 可能代表媽媽身體出了問題嗎 英國有個26歲的新手媽媽莎拉 從小寶寶出生就開始餵母乳 但寶寶五個月大時 開始拒絕吸食她的幼乳房 甚至嚎啕大哭 焦慮不安 對左乳房卻不會排斥 莎拉感到奇怪 到醫院檢查 沒想到幼乳房過去發現的良性腫瘤 已經變異成乳癌 莎拉覺得小嬰兒發現乳汁味道不同 意外救了媽媽性命 醫生說乳癌確實可能會有分泌物 並產生異味 過去曾有寵物聞出主人乳癌的案例 變得心情低落或碰觸患部 來提醒主人 不過醫生表示這樣的案例相當罕見 很難證實小嬰兒或寵物會察覺異味 尤其乳癌初期沒有任何症狀 也不會有異味 女性定期檢查乳房最保險 記者吳博寬您介入報導